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渡,我现在在江苏无锡 在我身后就是中国著名的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太湖 而在太湖之上,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着一项世纪工程 太湖湖底隧道 这条湖底隧道建成之后也是我国最长最宽的水下隧道 全程有10.79千米 而它也是苏西长南部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 现在工地十分的壮观,带大家看一看 前面我们看到湖中有一道长长违宴的位置就是太湖隧道了 太湖隧道位于江苏省无锡市冰湖区 处于马山街道与南泉地区之间 是苏西长南部高速公路长州至无锡段的湖底隧道 也是整个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 2018年1月9日太湖隧道正式开工 总长度是10.79千米 总宽46米 双向6车道 世纪车辆时速为100公里每小时 建成后隧道两侧行车孔单孔近宽是17.45米 近高7.25米 预计是2021年年底建成通车 将成为中国最长最宽的湖底隧道 这也是一项上百亿的超级工程 这也是一项上百亿的超级工程 现在这一块还都是工地呢 下面有大卡车正在行驶 正好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就是整个工程有多么的庞大 卡车在下面都非常的渺小呀 在此之前中国最长的湖底隧道是武汉的东湖隧道 全长是10.6公里 2013年10月开工建设的2015年12月28日建成通车 它与现在正建设的太湖隧道长度相差不多 出一场南部高速公路西起自长州武进区的前横镇 止于无锡南泉接无锡环太湖高速公路 全长是43.9公里 项目建成后将在沪宁间新增一条高速通道 也有人称这是沪宁第二通道 这条新通道中最令人关注的 当然就是这10.79公里下川太湖的隧道段了 这种超大型的湖底隧道一般采用的都是 验柱法从岸边向湖中逐段分舱推进 先用微验将水拦在外面挖开湖底建隧道 此后每完成一舱主体工程建设 便进行回土和回水作业 然后逐步恢复湖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位置 就是还没有胶筑的太湖隧道的主体 我们一般行驶在湖底隧道 就是行驶在混凝土胶筑好的一个框架内 防水是非常重要的 说起这种水底隧道 之前去青岛的时候也拍过胶州湾海底隧道 有的朋友就说了 为什么这种海底隧道水底隧道不是透明的 不能够看到鱼呀虾呀在旁边游来游去的 目前这个技术还达不到呀 当然它是想象中最美好的场面了 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吧 一般只有我们在海洋馆里面 才能够看到那种透明玻璃的水下隧道 开车行驶在这种湖底或海底隧道呢 就和我们平常开车行驶在城市里的下山隧道 以及山体隧道差不太多 因为你根本就看不到外部 刚好太湖隧道正在建设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航拍 就能够带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 这种湖底隧道海底隧道是怎么建设的 我们现在镜头朝的方向是无锡马山街道那边 整个太湖隧道都处在无锡境内 可以看得出太湖还是非常广阔的 犹如大海一样 这个角度看过去还一望无际的感觉呢 现在的施工地呢 也犹如人工在太湖上开辟出了一座湖中岛进行的一样 太湖隧道也分为两个标段 由中铁四局中交三行局两家单位的施工人员 分别从南泉马山的隧道两端同时向中间进行施工 也就是两头一起开始建的 这下面还正在交注和施工当中 我们现在所拍到的太湖隧道 也就是整个工程的中段 目前已经开始进入尾声了 大部分的湖底隧道主体工程已经交注完成 先为宴再抽水再挖土 然后建隧道 建好隧道再回土回水 超过十公里的太湖隧道 施工过程中挖出的湖底土方达到一千万立方米 这其中有六百万方左右的土将用于回田入湖 回田以后整座太湖隧道就沉入水底了 也就是在湖面上我们就看不到了 因为隧道的高度是低于水面的 太湖平均水深大概是1.89米 最深处是3.34米 湖底基本平坦 这个水深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据 因为深度每年都有一些变化 这个位置的湖底隧道管道已经交注完成 挖掘机开始回土作业 我们现在看到对面的这一段 湖面已经没有围燕了 恢复了平静 这里是430米长的南泉段第一舱 已经下潜到湖底 这一块大概10万平方米湖面 也已重现渺渺碧波 施工车辆再进入工技场施工 就可以从已经修建好的隧道内部进行通行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太湖隧道南泉段的入口了 之后上海苏州想要去南京 就是通过这个入口经过太湖隧道 2021年5月份 太湖隧道拟定收费是50元车次 最终收费还是要等隧道建成通车之后 才能够确定下来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同样的疑问 就是水下隧道是如何进行防水的 怎么能做到滴水不漏 我在网上也看了看 施工防水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据资料介绍 在回水之前隧道主体结构会进行 三重防水施工 所以是非常安全的 这三重防水施工做好之后就像给隧道穿上一件雨衣一样 雨衣外还要再盖上一层混凝土保护层 从而确保太湖隧道滴水不漏 在太湖隧道南泉段入口这边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建筑 就是在隧道的上面建设的一个船型的复古式建筑 那么这个船型的建筑作用是什么呢 刚刚和一位工地的朋友聊了聊他说是用来观光旅游的 但也没有陆地可以连接啊 就算过来的话也需要坐船 这是纯正的钢筋混凝土建设的 我觉得观光是其一 它可能还有一些别的用途吧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说一说 因为它就在这个湖底隧道的上空 这艘船型建筑呢 目前主体工程也已经完工了 剩下的就是进行外立面的一个装修装饰了吧 太湖隧道建成后将有力提升沪宁通道作为交通运输大通道的功能作用 对苏西长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将成功拉动长三角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那么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